弟兄姐妹平安 今早上要跟大家以这个主题来分享 话语的力量 话语是具有力量的 我们可以用话语来责难批评 我们也可以用话语来鼓励赞美带来力量 话说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年轻人 带着妻子回老家探望父母 她的妻子在厨房里忙着煮饭烧菜 期待为公公婆婆煮上一座好菜 这时儿子和母亲就在客厅聊天 聊到新娘子儿子就说 我的太太什么都好 就是腿粗了一点 正巧媳妇从厨房走了出来 原本满眼笑容的新娘听到自己的先生的话 拧舍马上沉了下来 这位婆婆将这种情况完全看在眼里 她很有智慧的说 我这个傻儿子啊 人的腿粗才能够站得稳 这样才能够撑得住你 撑得住这个家 这时媳妇才重新露出少年来 儿子也开始改变他负面的这个想法 连连连赞同母亲的想法 不助地称赞自己的太太 顾家体贴 立刻将气氛转回热热欢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像这样充满智慧的话语 多么令人赞赞 带来力量 今天的经文 但以理书十章 十九节说 他说 大蒙倦爱的人啊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 他一向我说话 我便觉得有力量 说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力量 正面积极鼓励的话语 为人带来新的力量 愿上帝帮助我们 常常有圣灵的保守和帮助 成为祝福人的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